这是这只中亚猎狼犬进入我们猛犬基地的第三天 很多网友问这只狗为什么没有耳朵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介绍 首先我们先喂一下这只中亚猎狼犬 这只狗食欲是非常旺盛的 我们决定用6个月的时间 让这只30斤的小猎狼犬 成长成150斤重的巨型猛犬 第一盆狗粮它哗哗几下子就吃完了 我们再给它吃第二盆狗粮 不得不说这种巨型猛犬就是一个吃货 它现在刚刚出生80天的时间 已经要用脸盆去吃狗粮了 我估计等它成年之后 要用水桶去装狗粮给它吃了 一天估计要吃一水桶了 有的朋友说这种狗我的叫法不对 不应该叫中亚猎狼犬 而应该叫中亚牧羊犬 这些网友只说对了一半 实际上中亚牧羊犬并不是指一个品种 而是指中亚地区所有牧羊犬的总称 这些牧羊犬包括中亚猎狼犬 中亚咬狼犬 也可以叫阿拉拜咬狼犬 甚至高加索咬狼犬都是可以叫的 因为这些狗都是近亲 中亚牧羊犬就是它们的犯称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中亚猎狼犬 头版跟高加索牧羊犬是非常像的 实际上您的感觉是正确的 高加索牧羊犬跟中亚猎狼犬血缘非常相近 如果把高加索牧羊犬的毛发剪短 您发现简直就是一个纯种的中亚猎狼犬 大家可以看到视频中的这只罩骸 体重大概有130斤左右 但是您相不相信这只中亚咬狼犬 只需要花六个时间 体重体高就可以超过这只胀猎犬 我到底有没有吹牛 咱们拭目以待 我将使用六个月的时间 最精心的照顾 想让这只中亚咬狼犬成长成一只巨型的猛犬 而后我们来说一说 这种犬种耳朵到底去哪里了 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实际上中亚牧羊犬在刚刚出生的时候 耳朵就被剪掉了 你没听错 我也没说错 就是被剪刀剪掉了 操作过程是这样的 刚出生七天之内 在狗没有痛觉的时候 当然他能不能感觉到痛觉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只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想象 在他出生七天之内 用剪刀把他耳朵直接剪掉 而后用电烙铁 电烙铁我估计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种电焊的工具 用电烙铁把那个伤口烫一下 就可以结巴 而后可以防止它流血 虽然听起来很残酷 但是中亚牧羊犬这种犬种 刚刚出生 就要接受这种严酷的经历 因为中亚牧羊犬这种犬种 在很多地区都是用斗犬所使用 如果有一个大耳朵摇来晃去 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也有很多中亚牧羊犬 会把尾巴也给搞断掉 但是我们这只狗 尾巴是有保留下来的 那么中亚牧羊犬是如何做断尾处理呢 同样也是在出生七天之内 用一个气门心绑住中亚牧羊犬的尾巴 让它血月循环停止 而后尾巴得不到公血之后 七天就会自动的脱落 很多人说小狗出生七天之内是没有痛觉的 所以给它做柴耳做断尾 它是没有痛苦的 但是具体有没有痛苦 只有小狗自己能知道 因为七天的小狗眼睛还没有睁开 它是没有视觉的 只能用 只能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 而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小狗一般出生十三天左右 才会慢慢的睁开眼睛 才能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跟我们人类是很不一样的 咱们人类一出生 眼睛就有视力了 就有视觉了 回过头来 咱们说一说 这只中亚咬狼犬 为什么尾巴保留了呢 因为这种犬种属于中亚牧羊犬的一个分支 更多人叫它高狼犬 这种犬尾巴是有保留的 但是在很多地区也是做斗犬所使用 您别看它现在非常温顺 非常可爱 但是不出半年时间 就会成长成巨型的猛犬 如果性格一旦起势以后 攻击性是非常强的 说实话半年之后 咱们猛犬基地很多猛犬都不是它的对手 比如藏傲 比如德国牧羊犬 比如罗威纳犬 在很大概率的情况之下 是对抗不过高狼犬的 这一段时间 我也在找另外一只中亚牧羊犬 我想收一只 体型更加庞大 更加健壮的中亚牧羊犬 想找一只虎搬设的 估计过段时间就可以回我们猛犬基地了 等中亚牧羊犬收购完以后 俄后我们需要收购的一个品种 是扭玻璃盾犬 因为我养狗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中型犬 大型犬 我养了非常多 现在我更加喜欢巨型犬 所以扭玻璃盾犬 杜杀犬之类的巨型猛犬 现在是在我的收购名单之内的 喜欢这些巨型猛犬的朋友 欢迎关注咱们的频道 我是狗鱼者老汤 更多精彩的视频 会不断的每天更新 每天呈现给您 让我们来见证 这只小中亚猎狼犬 是如何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 成长成一百五十斤重的巨型猛犬的 让咱们倾听生命 拔解的力量 谢谢